中史电子报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青龙 我们今天来跟您谈一谈 朝核问题以及朝鲜半岛的最新的一个情势 朝核危机应该说还在恶化当中 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跟北韩的口水战 是越来越激烈 前几天川普说 要让北韩经历人类历史前所未见的天火焚城 所谓的fire and fury 上个礼拜他又加码 他说美军已经准备好就绪的武器都上旁了 一旦北韩蠢动 那么就要让北韩知道美国的厉害 另外一边金正恩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没有被川普的狂言给吓住 那么他反而激烈的反击回来 那么现在平壤搞了一个万人大会的这种拥戴政府 那另外他还提出更具威胁性的一个攻击的计划 什么计划呢 就是说本月中旬北韩要用四枚中程导弹来攻击关岛的美军基地 那么已经在做准备了 要让美国也尝一尝北韩这个的厉害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两边是越骂越凶 那这个虽然都还没有实际的动作 也就是说看起来好像还口水多过茶 但是呢全球的股市啊已经应声都下跌了 而且我们看到黄金或者其他的货币日元 那么这些避险的工具啊 那么它的价格也是节节的攀升 那么显然啊大家心理上还是有多多少少一些忧虑 或者至少呢存着这个所谓的宁可信其有 所以要做出应有的一个准备 好那么我想大家心里头都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那到底美国跟北韩会不会真的打起来 那我想相信没有人真的希望战争发生了 但是呢这个川普跟金正恩啊一个狂啊一个颠啊 那么他们的形式风格本来就难以预测啊 更何况啊现在的北韩跟美国啊 他的国内政治的局面啊 坦白说是有可能让这样的一个冲突的一个情势啊 火上加油啊 我们先看北韩发展核武是北韩长期的国家政策啊 那么从金正恩的这个祖父金日成到他的父亲金正日啊 这是一个三代一系啊 这个都是心心念念不忘的这个以核武为立国的根本啊 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北韩要发展核武 主要原因是跟他的整个的国家的战略的平衡的基础有关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呢 那么北韩这么样一个又穷又这个这个封闭的一个小国家 之所以能够周旋在这一些列强大国之间啊 主要就是靠着东西冷战的关系啊 那么但是因为90年代这个前苏联垮台了 那么到了92年呢 中国大陆因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跟南韩建交了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中俄这两大过去支持北韩的这个势力呢 在整个方向上呢跟北韩原来所走的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路线呢 发生了一些转换 这个转换造成北韩呢就开始要思考 也就是说别人不可靠啊 同盟也不可靠 兄弟之邦更不可靠 怎么办呢要靠自己 那靠自己北韩人又少地又小 这个经济又差你靠什么呢 想来想去就是要发展核武啊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是很明白的说 为什么金三世啊 那么一定要坚持不顾所有国家的反对 就是要发展核武 就是因为啊核武 有了核武他才有跟大国博弈的筹码 所以我这样讲意思就是说 金正恩不会轻易放弃核武 金正恩的核武的这个世报还会继续 那么甚至说如果美国真的出兵的话 他势必要来搞一个玉石俱焚 这是我们看到他的危险性之所在 第二个呢金正恩啊 他这几年啊不断的铲除异己 杀掉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老臣啊元老 可以说他在北韩呢已经建立起这个 一人独揽大权的局面 你知道一个人啊一旦到独揽大权就很危险了 你就好像什么呢 比如当年毛泽东啊 这个因为是一个独裁的完全没有可以制宏他的一个力量 谁都阻挡不了他要去发动文化大革命 那你现在呢这个金正恩啊 他如果要做出重大的军事冒险动作 比如说真的打了飞弹到关岛去 现在在北韩内是没有人能够去规劝他的 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 过去啊有一些跟他有提不同意见的 或者稍微不够礼貌的 要么就被炮决就被犬决 你可以想想看现在哪有人敢讲话 那这就让金正恩冒险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 另一方面在美国啊 你不要看他是个老牌的民主国家 我们说啊 美国不是有各种宪法制度上的一些设计 可以防止总统滥权 可是不要忘掉美国的总统制啊 他的特点呢 就是说美国总统他身兼啊 三军统帅拥有动武还有调动军队的最高权力 而且呢最重要是他握有启动核武攻击的密码 那么假如啊 川普质疑的要教训平壤 坦白说国防部长跟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啊 也都不见得能够挡得了他 更何况啊 川普现在正深陷在美国内部 所谓的通俄门的这个调查的压力 如果啊 如果让他想到说啊 对北韩动武啊 那么既可以显示他作为强人的领袖 而且可以转移啊 国人的这样的一个视线啊 那么让美国人因为基于爱国心 走过来支持他啊 所以换言之 川普对于北韩 对于他的对北韩动武啊 坦白说他有政治上的诱因哦 他并不是纯粹的说啊 就是一个纯粹的国际战略的考虑的问题哦 所以啊 我们才讲说现在的这个超核危机啊 真的是存在着很多的这种危机跟变数啊 你要讲严重一点就是迫在眉睫啦 那么本来啊 中国可以是稳定朝鲜半岛大局的重要力量 但是现在因为美国跟北韩是各种极端啊 那中国坦白讲也莫可赖何 上个礼拜六啊 川普跟习近平通过电话 那么习近平呢 他也只能重申中方的立场 希望各方能够保持克制哦 但另一方面呢 显然中国也做了最坏的一个打算哦 现在已经运拟各种因例的方案 包括说如果是北韩主动攻击哦 因此而招致美军的回击的话 那么看来中国将会保持中立的哦 但是如果是美国先攻击哦 或者说美军的回击哦 派了地面部队 而且要跨过38度线 直接进逼到压力江这个这个江畔的话 那么中国啊 基于战略利益 那当然就不可能做事或者袖手旁观哦 那所以我想整个的局势啊 的确让我们不得不这个战战兢兢 因为所谓的兵凶战危啊 一旦这个美国跟北韩打起来 不管是哪一方先出兵哦 这个所谓的第二次的韩战啊 那一定会造成全球的大的这个动荡哦 那如果呢 因此还造成了中美之间的直接的冲突啊 那这个整个世界的大局呢 那正是不可想象哦 好那么讲了这么多啊 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说 会不会有点在吓唬大家哦 我们当然在谨慎这个这个评估之余啊 我们还是希望哦希望这样事情最好不要发生哦 好我跟各位讲一下有一个有趣的一个迹象啊 就是说一方面大家似乎都在做最坏的打算哦 但是我们注意到哦 最近啊最近以来在中国大陆的旅行社啊 有大量的安排大陆观光客到北韩去观光哦 那当然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有一些大陆观光会喜欢凑热闹啊 越危险的地方似乎越有吸引力哦 那有人可能想说现在不去啊 万里江南山打起仗来啊 那可能就不再有机会去看了哦 可是这背后有个透透出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因为大家知道 大陆观光客的出国 尤其重要的旅行团 去有这个争议的地方啊 是背后还是有官方的一个背景哦 在做考量哦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既然放行了这么多的大陆观光客到北韩去啊 是不是表示大陆其实心里很笃定 知道说啊这个真正的战争是不会发生的啊 不然你想想看 如果说有这个风险 结果现在大陆观光客一波接一波跑到北韩去 那不是把他们这个丢在这个这个冒着风 这个这个战火的一个危险之上啊 所以从这里让大家可以稍微安心一下啊 至少至少作为这个朝鲜半岛局势 非常重要的一方的这个中国大陆啊 现在看起来他还是比较笃定哦 应该说战争呃不会说立即就发生了啊 好这是今天为您这个短评点评 这个朝鲜的 和武的 朝核问题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局势哦 我是黄青楼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